徐曉晴11號一早出現在監察院 這次他要告發民進黨籍立委陳明文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而理由就是幾天前 陳明文自己說過的這段話 大家為了要申請這個補助 都透明去拜班 去管政府拜班 我們都拜有中的 不得款的 在有他位於嘉義主棋的養豬場 就是因為陳明文 本身是經濟委員會成員 但卻透過兒子陳冠廷 領取農委會的補助 已經違反相關規定 公職人員他規範的 包含了立法委員 然後二等親的親屬 他的兒子也被包括在這個範圍裡面 三等親類都不能去標了 要迴避了 否則我不能去審查那個預算 另外洋豬場貸款問題 仍是疑暈重重 因為根據陳明文父子說法 陳萬婷購買3000多萬的畜牧場 跟農會貸款2000多萬 自己出了1000多萬 後來蓋了先進的設備廠房 又貸款了進議員 但由於這些東西 有不少都是特殊規格 市面上少有供訂價格 也讓裡頭有無問題 外界都難以查證 不過相關問題陳明文父子 截至上午11點前人沒回應 也讓養豬場爭議持續延燒 更變成了政治工房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提供下載TVB 提供下載TVB